例如2-10 四字要解第十个例子 まず取得不定积分 根拉2-1'的不定积分 看起来比较复杂一点 讲了很多变的 这个要回2-1'元 不定积分 这符号要看懂 我们看它的Solution 当然你要一般来讲 我只用失誤法 令u等於x 這絕對做不出來的 令u等於x要轉兩個彎 轉兩個彎 所以你要做過你才知道 所以這題目我們要令u 我們要令u 要等於2-x 2-x 所以這個基本概念你一定要有 基本概念你一定要有 然後 then x呢 這個 這個 移過去 2-x是2-u x是2-u and x等於2-u的平方 當然就會等於u-2的平方 然後呢 and dx dx 你次方掉下去 次方-1 再為本身 到這裡 那你當然可以省幾個步驟了 省幾個步驟了 我們看一下 so 原式 這是dx √2-√x 會等於 2-√x是u 所以這邊呢 是√u √u 那dx在哪裡 dx在這裡 dx呢 是2倍的u-2的du du 那不然2-2在那邊去 是u-2 √u分之1呢 是u的2分之負1 指數率 a的負N 次方 等於a的N次方分之1 這指數率 指數率 然後再利用分配率 利用分配率 跟指數率 2分之1加2分之負1是2分之1 減掉2倍的u的2分之負1 再來du 再利用u的N次方的du u的N次方的不定積分 或者N加1u的N加1再加C N不等於-1 N也是屬於時數 時數 這2造超 2造超 2分之1加12分之3 導數呢是3分之2 u的2分之3 減掉2乘以2分之負1加1是2分之1 導數是2 u的2分之1 再加一個積分常數C 然後次方係數乘進去 u呢給它帶回去 這呢是3分之4 u呢多少 u呢是2-X的2分之3 再加 再減掉 42多8 2乘2乘2 前面有個負號 u的u呢是2-X 這是次方的也是2分之1次方 再加一個積分常數C 所以最後面寫一個答案 寫一個答案 這個那個也是 dx-2-X的不定積分 會等於3分之4 2-X的2分之3 再減掉 8倍的2-X的2分之1 再加C 再寫一個答案 記得加個積分常數C 這個 這個 那個不定積分也是無限多格的 你不加C的話代表是C等於你只有一個 這個基本概念一定要有 這是我們的四字二節的第十個例子 看起來蠻難的 但是你一定要是常常要多練習 多去嘗試錯誤TEST L 先令u等於s做不出來 再令u的更好s 他要轉兩個彎囉嗦 所以令u的2-更好s 2-更好s 這是我們的第十個例子